他看着我划来的时候 他也是武士嘛 他很灵活 他就马上要跳上来抓我 就已经抓不到这个样子 当开始拍电影 最严重的一次 全部人以为我的背断了 那个时候呢 我真的什么都讲不出 整个路程去的时候呢 每一次的车动一下的 你整个人就好像 哇 好痛 在一种世界中 你能活到你的最终的能力 什么情况下 我们发现了一个方法 连续练习你的心意 和你自己的一样 接触所有记忆和技巧 它叫做《约翼翔翔》 去电影院看过 妈的多重宇宙的人 想必很懂字幕说的宇宙谣 但像是大变版 咒术回战 你现在是王安石 吴妹娘爱缺这些 许多人可就有看没有懂了 难怪会成为新闻话题 字幕翻得好不好 见仁见智 杨子琼在片里的演出 可是一致的好评 我其实很 proud of it 我变成了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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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这些数据 是的 演戏不能光靠年龄 不像现在许多年轻演员被诟病 只靠脸蛋 演技尴尬 杨子琼能到达今天这地位 绝对是拿命拼出来的 她说我很小的就喜欢跳舞 不是走路的 是跳舞的 所以就有练过多长时间的芭蕾吗 我很久了 因为跟着我就去英国读芭蕾舞 到17岁吧 这位世界第一的女舞打 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富裕家庭 15岁时远赴英国皇家舞蹈学院主修芭蕾 但在一次练习中脊椎受伤 芭蕾舞梦想破碎 在杨妈妈的鼓励下 杨子琼参加了1983年的 马来西亚小姐选美 结果获得后冠 那年她才22岁 第一个广告我是跟成龙大哥拍的 她接到香港富商的邀请 1984年到当地拍摄广告 正式入行 并且接拍了人生的第一部电影 你以为我是为了一千来教你们的吗 你以为我出生富有之家 识母优美大的 我告诉你 我只是不忍心见到一帮年轻少年 好像你们这样自金墮落 我知道我不懂得教你们 我知道我没有什么说话可以说服你们 难道这样都是我的错吗 那个时间我们就变成女人 就哎呦 那男人就哇这样 对 但是我看他们动作的时间 我就觉得其实很像舞蹈 全部都是变出来的 对 那那个时候他们问我 对啊 我就说我想试试看 那那个时间呢 我就每一天七点半八点之前早上就去一个gym 那那个时候呢 他们就叫一个功夫的老师来叫我 最好呢 那个gym这个练身房呢 有很多武士他们去练功的 我就看着他们练功 他们就打沙包啊 那我就慢慢过去 可不可以就加入你们的 那那个时间我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我跳舞嘛 所以我可以看你做什么 我很快就可以 学会 杨子琼在皇家师姐展现俐落身手 一打成名 成为香港头号 武打女星 片约不断 我在中式录影的时候 杨子琼来电影宣传 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拍了很多的戏 大明星了 但是脊椎已经受伤了 对 应该是中华战士 中华战士 他来做宣传的时候 我们两个也是 爸爸你怎么样 我力都痛啊 这个痛啊 怎么摔成这样子 我就啊 可是再看他 没有停拍 千金小姐出身却不怕苦 受伤了依旧继续拍 尤其与陈龙合作警察故事三十 更展现他可怕的韧性 陈家居啊 你死掉了 你叫做林福生 陈龙拍戏讲求真枪实弹 完全不用替身 杨子琼也完全比照陈龙办理 有次陈龙在片场跟杨子琼说 动作太危险了 要他不要再做了 当时杨子琼只笑着回答说 那为什么你有做啊 哇 那个时候我真的有一点疯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以为我自己是Superman 那个时间我最记得就是 我在车上面就说 喂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两部车都在动嘛 对 你分练的时间呢 两个车都不动的 你就很容易 这样哦 跳下去就是了 但是他车开始动的时间 还有路 不停 那你要跳的时间 他就懂懂 哦 my god 那我最记得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你不跳你永远都不知道 感觉是怎么样 跳吧 尽管在跳车过程中发生意外 杨子琼依旧坚持拍下去 不认输 不服弱的态度 也让他被香港保险公司 列为黑名单 我们有三个演员 就是陈龙 李连姐跟我 我们三个都买不到保险的 买不到保险的戏 还是得继续拍下去 1995年拍摄电影 阿金时 更是断了三个肋骨 当开始拍电影 最严重的一次 全部人以为 我的背断了 那个时候呢 我真的什么都讲不出 整个路程区的时候呢 每一次的侧动一下的 你整个人就好像 哇 好痛 但是你更进去 还好 你还有觉得痛 如果你 有痛觉 对 痛都没有觉得呢 那真的很有问题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与复健 杨子琼恢复健康付出 1997年 35岁时 打进好莱坞 演出007系列电影 明日帝国 成为史上第一位 华裔康德蜜郎 准备 准备 那杨子琼恢复健康地区 就是颠覆了所有的旁的女郎 因为很多以前旁的女郎 顶多就是花拳袖腿一下 那更多都是单为花瓶 杨子琼在片中展现真的拳的拳脚功夫 不只男主角皮尔斯布洛斯男大赞他有气质 有教养 而这也是他表面呈现出的一部分 整部片更是创下3.5亿美金票房的佳击 杨子琼进军美国之路可以说是起开得胜 三年之后和李安导演合作演出握虎藏龙 但在这个经典的城墙追逐镜头中 他又受了重伤 就在这个回旋踢的一刹那 其实杨子琼脚筋是断裂过的 当时她回到美国动手术 一个月后回到片场继续拍 结果再踢又再断掉 我记得李安在她的书中写的 她说在那个戏里面 你有一场戏 抱着李木白的时候 对抱着李木白的时候 腿是这样 不能看到另外一个腿是这样 对啊 那个时间腿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弯 不可以弯 比较很奇怪的动作是 一个腿是这样 还有我是跳舞的 如果不是的话就很难 很难对不对 这一幕杨子琼哭的柔长寸断 李安导演说 他知道杨子琼哭的 不只是于秀莲的委屈 更是自己重瘾多年来的心酸 我们拍完哪一场戏的时间 李安因为他就过来 就跟我说OK 我们得到 他就在自己也哭了 你也哭了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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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事情当时一点也不觉得苦 就算是苦或想我也不在乎 对杨子琼来说 拍武打戏受伤 稀松平常 他用不变的热忱 尤其四十岁之后 更是火力全开 戏路更为宽广 记得你 Geisha are not courtesans and we are not wives we sell our skills not our bodies if you can only pay in Chinese dollars then the price I'm afraid will have to double I should like to pay in vegetables vegetables are solid currency English humor 我最重要觉得就是 我的眼神 我的精神 对 就可以好像 他走路的他 走路的他 安静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一个妈妈的感受 感受 对 一个太太的感受 而且还有一种 我是可以牺牲我自己 对 我要为这件事情 对 就是我 很强 很强烈的 但是为什么可以这么强 可以保持这么久 不只有强一几年 二十几年了 杨子琼将缅甸民主斗士 翁山淑姬演的唯妙唯笑 还因此被缅甸政府 列为黑名单 禁止入境 他曾经说过 佩服翁山淑姬 勇敢与坚持的精神 但外人何尝不也佩服杨子琼 多年来摔摔打打 不服输 而且敢突破的精神呢 我喜欢伟大尔导塞调 我非常喜欢带与坚持的 现在炫出了 他们的勇敢 写他们 为新疾病人 秧郁女士 什么听到我 突然 有人看到 我知道 这是给予我 召开的机会 满60岁的这年 他再度用妈的多重宇宙写下历史 就像他自己所说的 我真的很喜欢拍电影 我希望就是 我常常会给我的观众 一个不同的感觉 最重要就是 他们不要看到就是杨子琼 在演杨子琼 那就期待他未来能够继续超越自己 持续带来不一样的演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